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盗梦空间特效团助力《长空之王》 王一博单抗票房为自己证明 想看这20的真机实拍吗? 想看顶尖特效团队DNEG参与的电影吗? 想要揭秘是非援这个特殊职业吗? 想看青年演员王一博读《挑大梁》的电影作品吗? 那就去电影院看《长空之王》 如果要问大制作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说 那必然是铺天盖地、排山倒海 竟能使人迷醉 动能让人癫狂的毫无痕迹之电影特效啊 电影中的每一个镜头、每一帧特效 绝对能够满足以目前观众的视觉享受 尤其以《盗梦空间》、《2012》、《生化危机》等 以高质量特效为代表的大电影 时至今日再次提及时 很多人对电影中的特效场景仍会记忆犹新 如果这些优秀作品的幕后特效团队 为国之重弃绝20辆申定做特效 会不会特别值得期待? 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近日 DNAG中国在预注《长空之王》票房长红的同时 释出了为该片助力特效的消息 立刻 将关注这部影片观众的期待值 又拉高了不止一个台阶 《长空之王》由空正宣传文化中心 和航空工业文化中心指导拍摄 更是被中国电影报认证 是为了迎接党的二十大而拍摄的重点项目 导演刘小事基本上算是国家御用导演 再加上青年演员王一博抗票房 以上种种加在一起 不得不使人对这部影片另眼相看 在《长空之王》拍摄之初 很多人都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关注着这部电影 认为由王一博这个电影新人来担任男主角 还是空军题材的影片 想必走的是流量片路线 少不得会有那些五毛钱特效出现 可随着电影主创团队的官宣 观众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不仅是导演 监制 主演 是顶流团队 就连电影的特效团队也大有来头 大片制作特效的顶尖团队 再加上《国之众》契剧 二十首次在大荧幕呈现 这真的不是有钱就能看到的 国家在秀肌肉啊 而作为本片男主的王一博 在演技上曾饱受争议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昔日的爱豆身份 和飞科班出身的经历 使王一博被贴上了 演技差 的标签 随着电视剧风起洛阳 冰与火的热播 王一博的演技 肉眼可见的进步 他没有为了演戏 而演戏的生硬表达 反而从角色入手 从细微之处 将人物角色慢慢推进 近一年来 王一博从小银屏转战到大荧幕 从空军题材 谍战题材 维和题材 街舞题材 到青年人下基层的现代题材 王一博将人民警察 革命英雄 军人形象 奋斗青年的形象完美地展现 虽说十一黄金档 王一博会有三部电影同步上映 但这其中 电影《长空之王》对王一博来说更重要一些 不仅因为这是一部展现国力的县礼片 还因为这是王一博第一次读调大梁 单抗一部电影 不管是因为喜爱 还是想蹭热度而关注他的人 都在焦急地等待《长空之王》上映之后 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虽然王一博转行做演员的时间并不长 但一部部影片的历练 一位又一位合作导演 兼致们的大力扶持 都让王一博的演技飞速进步 不知不觉中 他已成为统领演员中的佼佼者 尽管在《长空之王》预热之时 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尽办法压制这部影片的热度 但是在官威没有官宣演员的前提下 央视六公主亲自将《长空之王》列入 王一博转行演员的自我博弈 之中为王一博站台打靠 国资小新更是在《长空之王》官宣之时 为影片宣传 如果王一博真的如某些人口中所述的那样不堪 会有如此强大的后盾为其撑腰吗 这一次王一博不仅独挑大梁 还肩负着宣传的使命 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让更多的人关注空军文化 他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不仅能够扛得住电视剧 还能够扛得住票房 曾几何时 王一博顶流的身份既帮他助力 也成为他前进路上的枷锁 如今 王一博作为男主单抗《长空之王》票房 不仅为顶流长脸 也用作品 用演技 用实力为顶流证明 接下来的就是王一博罢评的日子了 屏幕前的你准备好了吗 时空交错间遇见不一样的王一博 由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